突然说他要创业 希望你能够赞助他 还是妈妈或弟弟生病住院 拿不出钱开刀看医生 有的是放帅照假装国外明星 专片没有恋爱经验的大龄少女 说是周转不灵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以为 今天来聊一下网路查得到 路上看得到的诈骗组织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诈骗案层出不穷 毕竟社会景气这么困难 不论做哪一行都一样 要赚钱就要利用情报差的优势 你懂的别人不懂 你敢做的别人不敢做 那你就站在更靠近终点的起跑线 就能赚得凶赚得猛 即使是做偏门也是如此 赚钱的方法都在刑法里了 这句话也都是真的 你懂得怎么玩法律漏洞 懂得去换算赚的钱与罚金 行其成本 就会知道 诶原来去做法律不准你做的事 是真的好赚啊 比傻傻的上班当社畜 还要好赚太多太多了 举例诈骗来说 诈骗犯判的不重 随随便便又放出来逛大街 不乏所得在被抓到之前就移转 就算想要查扣也没有办法 受害者的积蓄一去不回 罪犯也皮皮的 被判刑后 他即使有收入 也都是拿现金 银行扣不到钱 根本拿他没辙 又或者被抓的 其实只是一个出来顶罪的小弟 司法机关说 他们会积极侦办 但换做是你 你会拼了命帮忙追钱吗 不是他们不愿意 而是基层 跟你我一样 都是零死薪水 办案又不会有抽成奖金 一天工作至少8到12小时 超时加班拿得少 又破坏生活品质 身材走样 体检满江红 交友圈流失 就算追到了什么线索 上级不是叫你不要多管闲事 就是破案后功劳被别人抢走 就算私下有茶叶可以收 自己也喝不到那一杯 只好改变心态 该下班时就下班 恶性循环 最后导致受害者求助无门 执法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社会成本持续上升 但因为犯罪成本相对低 罪犯继续爽爽爽骗 官员也是被动处理 毕竟治安差才有钱赚 有什么要宣导的 要防治的 就开标案 弄个广告、讯息、设备、人力 请认识的包商来搞 每样都能拿几层回扣 标案是怎么转包转包再转包 周朝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也不必感到太意外 不过虽然说诈骗好赚 也只有对于原本就一无所有的人来说 CP值才算高 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不会没事就投身这个行业 却也不该让社会继续沉沦下去 从自己开始减少被骗案件数 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俗话说得好 只要不被骗 就不会被骗 打破供需平衡 能骗的人少了 诈骗集团持续入不敷出 总有一天规模变小 直到耗尽 有看过各国拍的诈欺剧 就能对整个诈骗流程有点认识 像是孤注一职 绝命毒师 信用诈欺师等等 多少能对诈骗提前预防 而通常有点规模的组织 会大概分为几个小组 像是陪聊组 抓猪组 技术组 洗钱组 管理组 管理组就不必说了 就是在各组 以及诈骗手脑之间来回沟通 也负责与其他同业组织 情报交换 转搭决策 适时制造断点 保持组织运作正常 陪聊组 大家不陌生 使用大量的账号 在LINE Facebook XTG 抖音 IG之类的社交平台 或媒介 时不时发文 假装真人 养了一两年的账号 配上事业有成的男性 或貌美年轻女性的照片 用假账号跟你搏感情 一步步引你入坑 他感觉时机成熟的时候 就会问你有没有在看体育 然后假装自己在哪个博弈网站赚了钱 假借给你内线消息 说是朋友才推荐给你 骗你不断除钱进去赌 或是在你看片的时候 置入广告 在上方跑马灯或画面角落 时不时跑出一串网址 写着美女荷官在线发牌 某某赌成大额无忧 加入会员就送几千筹码 免费试玩什么有的没的各种诱因 配合漏奶的妹子照片影片 吸引目标客群 到他们的网站去玩 举例如果是玩牌的局 任何地方都可能被动手脚 他们故意让你以为是直播真人发牌 制造公平牌局的错觉 认为这样就会降低做牌的机会 实际上在你下注之后 才决定装家闲家的牌组 现场和你看到的画面 可能存在时间差 有问题的或许是扑克牌本身 也可能是牌靴 发牌机 洗牌机 或是桌面 何观摸牌时 也有很多空间去操作 又或者系统显示给你的画面 也被调整过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真实的画面 其实都是障眼吧 当然是按照下注后 庄家要赔给玩家最小的量 他绝对不会只针对你 而是针对整个讲词的金额 决定谁输谁赢 这也是为何有失输 有失赢 所以基本上越多人玩的时候 越会出现输输盈盈的状态 而人越少的时段 基本上都是输 因为你可能就是牌桌上 唯一的那只肥羊 而当你想说可以用两个账号 来下AB牌来破解的时候 他又是进入了另一个圈套 因为赔率不是1比1 你每一把都会先输掉几%的抽水差额 越赌本金越少 即使赢钱了 对方也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 让你账号被封锁 离不出钱 像是要求经手额度 要超过几十万几百万 或是账号活跃天数 要超过几个月等等 你就算不服气 也找不到谁可以去追这些钱 个别说赌球 赌马 赌轮盘 摇骰等等的游戏方式 控制球员 控制骑士 磁铁吸球 遥控骰子 手法大同小异 也都各有你看不见的盲点 而这些游玩网页 特殊APP 控场道具 伺服器设备 被害人资料 就是由技术组来负责 在游戏内 编写程式码 统计排局 计算赔率 新增玩法等等 在游戏外 去各种管道 窃取你的社交账号 电话 信用卡号 住址 但也有可能是你注册的购物网站 游戏网站 论坛 甚至是政府单位 把你的联络资讯 故意或非故意 打包贩卖或泄露给诈骗集团 防不胜防 骗你一票的 也不限于博弈 还有其他不同的变种 例如用假账号 放妹子照片 假装成交友软体找伴侣 聊了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但是从未见过面 哪天就突然说她要创业 希望你能够赞助她 还是妈妈或弟弟生病住院 拿不出钱开刀看医生 有的是放帅照 假装国外明星 专片没有恋爱经验的大龄少女 说是周转不灵 要求借机票钱飞到台湾 马上就能原地结婚 有些人是想要瑟瑟 上网找外送茶 工作室 开约之后 对方就要求你下载特殊的APP 注册买会员 买产品 或是到超商买点数 操作ATM缴保证金 也可能跟你说要线上电爱 视讯裸聊 找一个妹妹不露脸脱光 挖水给你看 领你入局 然后塞奈要你露脸打香肠 结果被集团侧入调皮捣蛋的画面 威胁你不给钱就散布影片 不听她指示的话 就会传讯息恐吓你 内容不外乎 是自称自己是什么堂口 附上几张陌生人被打到吐血断肢的照片 让你产生紧张感 而失去思考能力 也有开群组 假装企业CEO或投资高手 还有一堆吹捧的假会员 说跟着老师买某某基金 某某号码 某某虚拟货币一定赚 步骤多到你无法理解 这个网站又连到另一个网站 另一个网站又连到其他网站 弄来弄去你都还没开始买进 才发现钱都已经出去了 之前的网站也都进不去 账号没了 跟你对话的窗口也封锁你了 在短眼音平台 常见的是 自称莫名其妙公司的理事 总裁 经理 执行长的账号 一堆讲毒鸡汤干话 自己却不尴尬的影片 虾吹牛教你怎么跟异性相处 怎么白手起家 怎么短时间经营自媒体流量千万变现 拉你入群 买商品 买课程 没事再贴个银行入账通知 秀给你看 字界写什么代理代操产品 又标榜不必先买货来囤 也不用包货寄货 做自己的老板不用当别人的远空 我就问 什么都不用 要你干嘛 就是要你的钱啊 你信我是秦始皇 还是信他说的话是真的 还有一种 是骗你说他发现了知名购物网站有bug 要你到他给的网址里面 买某个商品到一定的数量 再用一些奇怪的方式去操作 就可以拿回更多的钱 前面一次两次都会让你赚到钱 也会把钱挥到你的账户 让你放下戒心 但当你再次把钱投入之后 空气突然都安静了 更古老的 就是乱枪打鸟病毒简讯 电子邮件发网址 点入就被盗用手机或电脑里的资讯 假检察官 假银行 来电警告你 账号被封锁要你配合 假家人被绑架要赎金 假朋友来电 用猜猜我是谁来博取信任 也不见得是只有骗钱 也有骗取证件 存折印章等等 留作后续洗钱时的人头账户 被骗钱的人此时又击中结果 第一 认赔 扛得住压力的 就摸摸鼻子重新再来 扛不住压力的 就可能是物理上的人生重来 第二 以上的司法程序 劳心劳力 还非常有可能拿不回钱 第三 就是变成他们的猪仔 当你的积蓄被骗光 又背了一屁股债时 可能就会受到高薪应征广告的吸引 跟你说能在公司 轻松工作 或在家动手打字贴广告 就可以日结几千几万 轻松无负担 当你以为可以规划还钱 存钱计划时 其实是自己开启另一道深渊 在这个阶段被吸引的人 如果不是之前就被骗过钱的 通常都是背不动车贷 房贷 生小孩养不起 或是学生想买奢侈品 社会小白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运气大好 遇到了不可错过的高薪工作机会 一边想象 有钱之后的未来有多美好 一头热栽进补猪甲 这时候就抓猪足的工作了 此时的抓猪人员 不一定和之前骗钱的是同一个组织 而可怜的猪仔 可能真的会被安排面试 演一套戏为了让你放心 通常假公司架构非常松散 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实际上也不知道公司到底在干嘛 一段时间后 再以员工旅游或者国外出差骗你上飞机 中途用转机为理由 把猪仔带离机场 再转到他们的机房去监禁 监禁后 再按照每个猪仔的能力去分组 基本上都是赔料组居多 没收手机证件 阻断一切对外的联系 要你继续骗其他冤大头的钱 跟你说达到业绩就可以离开 但真正玩好离开的寥寥无几 如果达不到业绩 就不给饭吃 就毒打下药断手断脚 但是尝试逃跑不受控制 更残忍的或许还会被当成人体乐高 杀肉卖零件 可怕的是 这些不只有柬埔寨有 台湾也发生过 而从赌场投资 商品感情讯息误导骗来的钱 会被转到技术组和培撩组 联合搜集来的人头账户 那些没变租载的人 就是成为车手去取这些人头账户的钱 误入歧途的小白 会被骗说要办公室收一些工程款 要到客户家或ATM去取钱 只要按照他们说的路线和台词表演 完成之后就能抽成 每次任务可以赚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变成了诈骗犯的帮凶却不自知 不过车手也不见得全是清白之人 也有不少是社会走跳的亡命之徒 企图中的老江湖 正规的工作早就不能满足消费习惯 车手就是他们最佳选择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 被抓到之后就得成为诈骗集团的替罪羔羊 只是集团少了一个也没差 多的是新人帮他们跑腿坐牢 被抓的其实也不算亏 本是一瓶如洗多做多赚 那么渠道的钱会到哪里去呢 没有工作的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增加资产 买市面上商品的钱必须要用干净的钱 你要是没赚钱 怎么可能有钱买车买房买奢持品 凭空有钱买东西很容易被国家盯上 于是洗钱组又发挥效果了 洗钱组又称水房 钱就要透过这个小组洗干净才能拿来用 比较常见的初接洗钱方式 买钻石黄金那一类的就不用说了 存放和转手又是一道工 另一种就是找人头帮忙跑分 也就是直接用干净个人户头 代收账款 告诉持有者可以赚取佣金利息 或是把小额赃钱存到干净人头户 再叫他刷卡购买指定商品 规模大一点的 也例如集团找了好几个实况主合作 更高级的手法是直接创一个直播公司 先以斗内的方式把钱都给实况主 然后实况主再以借钱的名目 把钱送回集团手中 实况主可以抽佣顺便赚到流量 也可能是开一家小店 找网红开 找道上兄弟开或合作都可以 是什么店也无所谓 可以的话最好是不必开发票的 也最好是人力服务占比高的店面 不必一直进实体货品来掩饰 当然人流高生意不错就更好 如此一来 只要会计是自己人 做账的时候随意调整营业额 即使没有客人到店里 也都可以把不存在的营收变成正规收入 其他比较进阶版的方式 像是原本开小店 更曾开多层空壳公司 不再做小生意 而是更大笔的假贸易假投资 例如投资影视 眼鱼的酬劳签AB合约 拿到片酬后谈回扣 付锦道具特效设备 虚报成本百倍千倍 最后再用非法的钱去买票房 再通过公司与公司之间 层层隶属关系打掩护 提高查气难度 即使被盯上 也有时间进行资金转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烂片不怕亏的原因 没人看也无所谓 还有一种就是贩卖你一辈子 都看不懂的高价艺术品 集团会派人行销塑造 某个绘画神童 或是隐渔潮室的大师 随手某个毫无逻辑的色块 连了十层颜料 只看得到最后一层 讨论区还有乱七八糟的账号 狂吹猛吹所谓艺术 最后一定会有匿名人士 出高价购买的消息 以此进行黑洗白 和洗钱组合作 光是抽拥就可以盆满钵满满 有时你在路上看到 那些明明是阿萨布露 说话说不清楚 行为水准也不高 整天游手好闲阿爸阿爸的人 没有赌产也没有嫁业 却开着高级名车 若不是全额带 那就很有可能是水房的下限 有的开着共用车去取钱 有的熬出头了 一下夹着LV 还是香奈儿手拿包 等着车手上缴款项 八九玉三家 黄赌毒 怎么赚 怎么收 怎么洗 基本样态都差不多 很常听到在喊 我们不偷不抢 毕竟不在业务范畴内 这点确实是真的 话说回来 线上赌场就一定是骗吗 不一定 也或许有公正的赌场 可是这一点也不重要 赌场本身就具有赌场优势 当你作为一个玩家 进到赌局下注时 还没公布结果前 在数学上 以赔率去计算期望值 你就至少先输掉部分的筹码了 不管你是躺着下 趴着下 倒立着下 还是用背背下注法 最后输光光 都会比迎前走人的几率高很多 到这边为止 概念说的差不多了 只不过都是冰山一角 更细部的我也不懂 这都是网路上查得到的资讯 经流这么庞大的组织 以及犯罪网极其之复杂 也不可能一时半刻可以讲得完 但也不必讲完 只要记住 不要有贪念 不要想赚快钱 紧急状况 或者筋软上脑时 冷静思考 那就能降低受骗上当的机会 想想看 在工地被太阳晒成干 冒着肾脏病的风险 汗流浃背 累得半死 绑安全神还要被老塞嘲笑的工作环境 都只能日领几千元了 在家无经验打打字 就能赚好几千元 合理吗 当别人弄未成年五六七八十 未来的社畜都在念书 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四大四中四科 放弃所有玩乐和恋爱的机会 家里没有矿坑可以挖 工作经验累积好几年 外派可能才收入百万 而那些字都常写错 看个跟理法厅柜台 借钱付钱的摆拍影片 都能脑筋转不过来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公司要捞你 到国外做百万台干 合理吗 合法立案经营的线上游戏代理商 都可以把原厂10%合成几率 按改为5%以下 甚至实测只有2.3%而已 面对面摸马匠 都可能遇到 等一等一等一等 重量是靠杯 关我屁事你啊 你还愿意相信 远端赌博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吗 虽然人生本来可能就很悲惨 不过没必要 再弄成地狱级别 你看到那些爽过的人 都只是幸存者偏差 其他失败后 躺在大牌里 挂在树上 沉在海中 包在粽子内的 不计其数 更何况 我们平常就必须面对 每个月讨牢健保 或者国民年金的诈骗集团 你我都只有一层皮 被扒一次就够了 拍楼不贪金 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OK今天就说到这边 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以为 按资载张来聊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